今天终于可以在蓝天白亿里面看J20的飞行表演 现在司机编队低空调整航线回到我们展区正面 又是一个略过山顶的一个飞行路线 它的飞行路线已经是在我们管理区的上空了 让我们每个人举止相机都可以清楚地拍到它 漂亮皮弹的腹部 副部呢是J20单舱的位置 如果它的这个下面整个飞机的下方做得非常光滑平整 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雷达发生面可以做到非常的小 两季分别水平外长脱离编队 要做一个双击的对飞 这也是昨天我们就看到的非常惊喜的一个动作 今天我们可以在困住再次领略一下在蓝天白云清晰的视野当中 上空是雷达 交叉之后大波度的拉伸之后倒扣下来 非常接近八一飞行表演队啊 建设表演机三级表演的一个开场动作 我们周边开始进入的建设林的双击编队 编队的爬升 今天机翼尖端拉出的涡流在这个蓝天白云清晰显得特别的清晰 编队的小半径转弯 今天进场的观众有福了 比第一天天气条件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的大运对我们的视野有一些遮挡 现在就从大运的顶部掠过来 G20作为五代战机当中唯一采用压式布局的战机 它的外形非常的独特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的看出来 它在隐身设计上有很多讲究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一个镜子画面可以看出来 它的压抑的前缘跟主翼的前缘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压抑的后缘跟主翼的后缘也是平行 那么这也是飞机的隐身外形设计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平行原则 就尽量让战机的雷达反射的信号的方向集中在一个非常窄的方向上 就正是在这样的外形设计下 它的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 让敌人很难发现它 同时它发现敌人的能力又特别强 这就是未来战场信息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我知道你在哪 你不知道我在哪 这个仗你就没法打